本片呢其实并没有什么人提问 主要是介绍一些三三的花边内容或者是冷知识 首先是指令头连续记 在这个游戏里任何指令头都是无法融入在连续记当中的 但大家都知道好鬼远距离住脚取消顺域杀是能够接得上的 这仅仅是因为顺域杀自带移动属性的原因吗 如果是这样好鬼其他招数取消顺域杀为什么就无法成立呢 这里大家看好鬼远距离站中脚打中人时 对手此刻会有一个强制转身的效果 当顺域杀移动过去打中后 对手是背对着好鬼中招的 这个游戏里呢如果要让指令头构成连续记 就必须要有这个强转效果 也就是说必须打背才行 这就是为什么好鬼远HK能够接得上势欲杀的原因 要提醒一下并非所有对手吃到好鬼的远HK都有这个强转效果 比如这里游戏安就不会转身 所以这套连续记对他就不成立 为了进一步验证我的想法 我需要更多的例子来说明 这里我发现啊 渝果的中脚也有这个效果 但是中脚打中后双方的距离就拉开了 在我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士一起探讨交流后 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用现在的这个方法 渝果在360后终于也出现了连续数字和修正 那么同理720也是如此 虽然呢 这在实战中并没有什么用处 可是这些例子可以证实我之前的猜想 其实呢 还有一种能够接上指令头的办法 不过呢 只能限定对吉尔才有用 因为吉尔在被打扶空后 快落地的那一瞬间的判定点 相当诡异 很多看似神奇的限定员 都只能够对他才能成立 有些朋友呢 曾经跟我说过 好鬼的这个东西他们发不出来啊 我可以告诉你 其实和Dashin的操作基本是一样的 你不要把它去想得很难 直接应发的方法就是中脚按出去后 立刻就点两个轻拳 然后方向斜下 LP HP一起按 关键就是要找准一个节奏感 你可以先试一下 在波动拳或者灼热波动后 能不能取消出一个顺利杀来 都是用轻拳发的 这样顺利杀就可以少点一个轻拳 灼热取消顺利杀稍微还容易点 如果你这个都做不到 那倒真别去试什么中脚接顺利杀了 毕竟这套连招呢 主要目的还是装逼用的 重手螳螂展在打晕和羊的时候 第三段偶尔会出现理魂效果 曾有人说过这是随机产生的 其实不然 真正的原因是 羊此刻发动了坐标之力 这个游戏里 人物在地图上行动的时候 也会相应的达到某个坐标点的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十二人如果一直向后方脱平行走 那么地图上的坐标位置 只会在小数点左右循环波动 而不会整体改变 而羊的重螳螂展理回效果 其实是最后一段打出去时 与对手两人的身位坐标 达到了地图某个特殊点后 就会出现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实验一下 选择雷米这个地图 是因为中间那个石柱子 真是一个很好的身位参考点 现在云处于这个位置 羊螂展第三段 每次都能打出理回效果 但如果我们稍微改变一下 对手的身位 或者螂展的节奏放缓 那么特殊的坐标位置就无法达到 也不会出现理回效果 实战上呢 要记住这些坐标位置 这根本不可能 不过你也可以把它想成一个 随机产生的特例 这也没关系 朋友啊 晕在拆头Q的时候 偶尔会出现一个好次 空中拆头的效果 本来呢 我也以为这是坐标问题 后来经我实验 就是晕在对Q拆头时 用跳头一体 那么就会有概率性的 出现这种现象 而且这个概率还挺高的 大家都知道 这个游戏内 近距离一针的SA在发动后 就无法达到了 除非红币 现在呢就拿两个人出来做例子 肯和春丽 这个距离肯发动疾风迅雷 如果我在它SA黑屏前 没有输入前笔的指令 那么SA黑屏后再去逼 就没用了 因为疾风迅雷是一针发动的 想要逼那第一下 就必须在它黑屏前 就提前输入前逼的指令 但是春丽的风易扇 在SA黑屏之后去逼 也是可以逼得到的 因为风易扇是四针到达 但不管是面对春丽 或是肯的SA 它黑屏发动时再去防御 之后都是能防得住的 那么有没有比 一针还要快的存在呢 有 被弃用的真豪鬼 在这个距离面对它的真豪波动时 如果你在它SA黑屏之前没有防 等到黑屏结束后 你连防都防不住了 要防住或者逼掉灵真的SA 就必须提前在它发动时的黑屏前 做出相应的动作才行 除了真豪鬼外 基尔的六亿天使发动后也是一样 如果之前没有防之后是防不住的 但是六亿天使在发动前有一段起飞的动作 实在是太过明显了 不过它空中如果被打断 能量槽其实是不会减少的 依旧是满气状态 六亿天使在成功开屏发动后 处于绝对性的无敌状态 没有人可以将它打断 唯一能将六亿天使在发动状态打断的 好像也只有汽车人才可以做得到了 这里呢我又讲到真豪鬼这个人了 那么我就再介绍它的一些独特设定吧 它是这个游戏内 唯一一个可以做到同屏出现两个飞行道具的角色 可能会有人说雷米 雷米的同屏双盘 必须要有拳脚盘子的区别才行 这和真豪鬼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真豪鬼在空中敌到别人的招数后 直到落地前全程保持无敌状态 哦这是一个相当恐怖的设定 套用贴吧某人的一句话 如果人人如此 你还敢用多段剂去对空吗 但好像它是随机性产生的 并且呢也不是对所有多段剂都有这种效果 此外呢 它和吉尔都有空振效果 吉尔甚至还有空中拆头的效果 不过呢经我测试 这东西很有可能是bug 因为感觉是随机性产生的 而吉尔的空振出现频率 远远没有真豪鬼高 投技SA方面呢 720凯通顺域杀 这些东西如果在你面前发动 那么在SA黑屏之前没有起跳 之后也是跳不起来的 只有在它这之前起跳才行 但是Alex和内克罗的必杀指令头 并不是一针发动的 看见它在面前发动后在跳 也是来得及的 除非之前自己已经出招了 HJC指的就是大跳取消的意思 33里大跳会有一个下蹲动作 用这个硬直时间来取消必杀技 那么就可以把大跳一瞬间的对头无敌属性 附加在这个必杀技上 这里的对头无敌涵盖了所有的投技 现在我们先拿指令头来示范 我的前方转身明显就慢了对方好多针发 可是最后却是我能够抓到对方 这里呢必须用60帧高倍慢放才能看清楚细节动作 大家看这里 现在画面上就是大跳时的瞬间下蹲动作 而这一时刻就存在了对头无敌的属性 所以就算我挽过对方发前方转身 对方也是抓不到我的 具体操作方法就是在指令头的方向指令里 多加入一个7再按拳或脚 或者呢干脆就把它当成一个360来操作 但是在输入上呢绝对不能慢发 必须得快 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 下上后的大跳 如果按的慢了 是跳不出来大跳跃的 还有呢在对对方的SA指令头时 成功的HTC指令头自己直接就跳起来了 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操作问题 HTC指令头的成功率其实远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高 因为这个时机必须要掌握的恰到好处才行 对头无敌的时间上呢 我个人感觉也就两帧左右 而且每个人物好像都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帧数呢是我自己心里感觉的 也许不准 但也差不了太多 测试了一下 实际的效果不如跑鬼抬手对头无敌 或者Q的下蹲弹起 Q的下蹲弹起有4帧时间的对头无敌属性 但是这个效果已经相当明显了 另外对头无敌的属性呢 对打击头同样是有效的 不过话说回来 在实战中养成HTC的指令头操作 一点怪处都没有 某些人物比如晕 他在幻影阵压制时用HTC前方转身就非常容易做到 可能和幻影阵加速状态有关 此时他的HTC指令头几乎是碾压一般的存在 HTC对头无敌远不止运用在指令头上 本篇呢只介绍HTC指令头 这段内容呢如果在日本基本可以说是路人皆知了 不过在国内我还是觉得这算一种冷门知识 还有HTC对头无敌的效果在3.3OE里 我也不清楚是否被修复了 因为抬手对头无敌的效果 OE里边就没有了 OE这个版本呢和现在我们玩的版本大致都相同 除了画面和音效有所提升外 系统方面并无太大差异 有很多已知的bug被修复 这就是为什么抬手对头无敌会被和谐的原因 因为官方认为这就是个bug 还有些人物呢细节被略微的改动 比如12的整体伤害被略微的提高 晕得幻影阵后伤害会略微下降等等 但呢这只是我听说并没有测试过 不过就算是真的 那在对战当中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 只有一个人的影响最为严重 那就是尤里安 由于没有了镜子夹击的防御不能 尤里安的人物平定等级 起码下降了两个档次 奥罗没有了不可防御球 起码还有天狗石 所以说呢3.3OE这个版本 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而卡普空最近出的 街霸30周年合集里边的33 纯粹就是老版本 什么都没变 画面效果对比以前的OE 甚至是模拟器版本 不升反降 而且官方在线对战服务器质量 甚至不如FC或者邮剧等网站平台 原本呢我以为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 可现在我绝不那么想啊 除了练习模式外 几乎可以说就是自炒冷饭的行为 如果在空中被人击中落地时 如果选择立刻下增或者下防 判定点会出现非常诡异的一幕 此时在地面上它的下盘数无敌的 虽然呢这只有几帧的时间 当我们打开人物判定框后就可以发现 它空中被击中落地时 如果是后防或者站着不动 判定框并无异样 但是如果选择在第一时间下防或者下蹲 那么人物判定框会有几帧时间 依旧存在于半空中 此时呢它的下盘根本就没有判定点存在 这种现象呢好像只有雨果会出现 其他人的话暂时没发现一样 三三这个游戏里呢对手倒地后是没有办法继续追加连续技的 这个我指的是对手完全倒地状态 而不是运对Alex的这样限定收尾 但是呢达德利这个角色在被投技打倒后 是可以有概率性的继续追加连续技 不过呢这并非系统本意而是一个bug 并且也确实没什么用 因为一个兽身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除此之外 12的N投结束后 第一时间对雨果也可以继续追加SAR 在我以前的一个解说对局录像里 我曾经说过 这个游戏最终裁判的判法是随机性的 评论里呢有一位朋友指出了不同的观点 那么大致的意思就是说 正中间三位裁判会随机出取一个分数作为指标 对战两人谁的分值高 那么就会举牌给谁 这个回复相当有含金量 看似确实就应该这样 当我以前测试过一种方法 选取两个一样的人物 并且从头到尾一动不动 时间结束后 三位裁判每次举牌也都不太一样 一批的迎面呢感觉大一些 但是二批也偶有胜利 再或者呢就是两个一样的人物 一直用一样的招数复殴至此 最后结果也不尽相同 如果裁判靠的是某个指标的分数来进行评判的 这样的结果下 两个人的分数应该也是一样的才合理 但测试的结果呢 明显感觉就是随机举牌的 于是在这里我又想出了一个办法 用模拟器把双方的血条锁死 这样谁都打不死谁了 但是打人时所产生的分数 应该不会有所影响 现在我们让一方只打人而另一方不动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打人一方分值必定高于被打一方 测试的结果呢也验证了我这一想法 裁判每次的判罚都完全一致 至此可以确认之前回贴那位朋友所说的完全正确 但当出现我第一种测试方法时 两个人的各项分数就会完全一致 裁判呢应该也就会随机举牌了吧 最后再感谢一下这位回贴的朋友 另外啊 在测试当中我发现排盘里有一个内克罗的女友 反正我测试的时候 他就没有一次给内克罗举牌过 怎么这胳膊肘还往外拐呢 这是个很早以前三三广为流传的谣言之一 肯的后头如果可以将对手扔进板边 那么此时跟上一个疾风迅雷 就可以制造更多的伤害 一般用在对手快死的时候 这根本是胡说八道 因为此时疾风迅雷最多打中两下 而且还因人而异 打中这两下的伤害 都没有直接后头的伤害高 所以这时去接个FA 就是在乱搞 如果你后头时 已经知道对手一定会死了 那么这个时候发一个生龙是对的 因为这可以让你多长一些气 去接个疾风迅雷 我看最多是装逼用了 对手要做得不得的 这一天 没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